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 軍武器言,你節目主持Larry 這一節的世界復活消息想和大家討論美國的航母 尼米茲號由去年12月由布林麥頓港出發 然後浩浩浩浩一直到關島附近做一個遊役 在關島時,遊役剛好遼寧號附近 所以在那個時候,雙方有一定的距離 互相,即是觀摩或什麼都好 大家好像很有默契地保持一個相對較遠的距離 對兩個CSG,即是兩個打擊群都不算直接威脅的打擊距離 雙方在這些附近海域做演習也好,或者遊役也好 雙方在各有各就,即是遼寧號北上 然後見到尼米茲的打擊群下來了 現在正式進入南海 進入南海後,也算是2022至2023年 即是這個部署第一次進入南海水域 去年也有提到,美國軍艦通過台海其實也算少 通過自由行行在台海、南海等情況 其實歷來的規模在這幾年來說算是最低的 是否代表中美關係是回溫或回暖的情況呢? 看似是未必的 因為美國那邊說,是重則不重量 即是整個穿越台海、南海等 純粹是看回當時任務的強度 或帶出的政治訊息 而代表數量就能夠解讀中美之間的關係 Anyway,我們都看到 即是2023年,大家終於都看到 美國的超級旺盟的打擊群 終於出航 第一次進入南海做自由穿越 或我們經常說的自由航行的任務 今次你不知,過來的表達訊息相當清晰 南海並不是中國內海 亦是國際自由通行公海的情況 但經歷了2022年一個相當動盪的一年 無論是中國與台灣的關係 中國與南海各國的關係 或是世界上的阿拉戰爭的影響範圍 其實今次都會觀察到 中國不會純粹放給尼米茲 進入這麼簡單 很可能亦會做一些措施 例如有些軍艦跟蹤尼米茲河 這大家也觀察到 自從2020年打後 中國的軍艦很多時 似乎都會對美國軍艦作出追蹤 或者遠遠中國跟蹤的行動 今次有個消息說 有兩艘中國軍艦跟著美國的打擊群 我們暫時未有資料看到 哪兩艘中國軍艦 跟近美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 不過正如去計算 那艘軍艦首先第一 速度是足夠 而它的支持力亦不差 所以054A的機會比較小 如果是需要去到02C、02D 甚至要出到055 去追蹤到這個打擊群 這樣才行 而至於會不會在水底 還有一艘潛艇跟著 這也是中國慣常的做法 例如我們說他們的核潛艇 可能是出動到093、093A、093B等 的核潛艇 追蹤著美國航母的情況 會不會有些像 我們之前也看到BBC 有報導俄羅斯的潛艇 跟著伊麗莎白女王號的打擊群 結果導致一艘2-3型的護衛艦 和一艘紀錄級潛艇 炒賣一疊 如果我們說潛艇追蹤母 也是一個聶殺鏈 而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所以這也值得我們關注 現在會不會中美在水底戰中 亦可能打得相當燦爛 當然我們會和大家 在2022年年底和2023年年初 在整個放大一點水域去看 包括沖繩附近 或者沖之鳥礁附近 當時的遼寧號在這裏做了一個演習 而一個高強度的艦載機打擊的訓練 然後在南海這裏 亦有山東號打擊群 在這裏亦做了一個模擬打擊美國艦隊的做法 其實是否已經模擬攻台時 在各國之間海軍來援 包括航空母艦 或者我們相信其他海軍艦艦 他們的部署時 中國一些反制措施 即我們經常說的A2AD 反介入區域拒止的行動 如果在做這個演習 就明顯說中國政府 即中國軍隊 很有可能有個決心 在這五至七年 可能會展開中國對台攻擊的戰術 美軍又應該怎樣作出這個攔截 所以這也會 我們看看在2023年 美國海軍會不會有什麼情況 可以做回接擊的情況 好,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助給個LIKE 如果你訂閱的時候 記得按鈴鐺 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節目的通知 多謝支持 好,再說回尼米茲打擊群 來了南海 其實可以這樣說 他來了南海 做一系列訓練 今次他有一艘CG 即是我們所說的 提奧德洛加級的巡洋艦 另外有三艘DDG 三艘驅逐艦 都一起來了南海 理論上他這次跟著他來 是有四艘導彈驅逐艦 即是有一隻 可能有其他任務 去了其他地方 可能前些就會歸隊 也不奇怪 做了什麼呢? 海上打擊訓練 飛行打擊任務 反潜活動 搜救等等 這些例行任務 特別是今次他們的指揮官 Christopher Sweetney 他的聲明非常特別 他說尼米茲號 他的打擊群 無論由海底打到你上太空 其實都是無所不能的 即是說到 航母其實是一個3D立體戰爭 你不要覺得他只能打擊到你水面 其實他是天空、太空、水底 極深的水底 他都有他的攻擊領域 發動一些致命的作用 當然這個聲明很明顯 就真的說給解放軍那邊去聽 即是做一個解讀的 我們又觀察一下 其實如果我們看看中國那邊 即是南海戰爭太細葉 即是南海戰爭太細葉感知平台 SESPI裡面 他們都幫我們追蹤著美國海軍的狀況 他們的追蹤也追蹤了美國的DDG 即是之前穿越了華灣海峽的軍艦 他們一拼去做追蹤的情況 其實老實說 尼米茲號是由12月 其實他在10月21日附近 已經在關島附近了 21、23日 當時他在關島附近做戒備 他沒有特意進入菲律賓海 或者進入南海有益 很主要的原因是 當時遼寧號事實上 就是在關島附近 大概680英里附近的水域 正在做他們的高強度分裂 所以當時遼寧號選擇 不太快進入中國水域 始終在關島附近 最近做一個防空 例如我們說 他的外國者防空系統 或者薩德防空系統 接下來要做加強 始終現在屬於半路的情況 未完全加固的情況 所以留一架戰鬥群在這裏 實實在序 關島附近 也有它的重要性在這裏 大家看看遼寧號 出海之後 17日 過了宮古海峽 然後穿越了 去到沖繩附近 接著去了北大島 接著越行 大家發覺是越落 終於穿過了沖織鳥礁附近 直到去到關島相當近的位置 剛才我們說了 500-600英里附近的範圍 其實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說戰機攻擊範圍 都已經勉勉強在Touch上 可以隨時利用上面的艦載機 對關島進行實時 而今次遼寧號的打擊群 其實它跟著它的船 其實也跟以往有些分別 包括它帶了三艘 055 包括101 103 104 我們有南昌號 安山號 和毛錫號 三艘 及後 主要有兩艘055 一直跟著 接著也有054 或者有052 接著也有一艘901 即呼倫弧號 奶媽 四萬多噸 接著也很正常 一直去軟讓出發 今次稍稍特別的地區 在於你發覺 它們所有藍隻的編隊 它的組成都是來自中國的北部戰區 這個真的有少少不同 以往通常會有北部戰區 東部戰區 這個組成會多 今次的艦艇規模組成不算特別大 即是我們看到去年的夏天 即是春夏天的時候 五月的時候 其實當時 遼寧號編隊出擊有八艘船 今次只有六艘船 所以其實規模很小 全部都來自北部戰區 不過你見 那些船的噸位一點都不小 包括有兩至三艘的領伍編隊裏面 你見到會出現 護衛艦說真的 都已經不差了 所以真的可以看到 它連054A 都是整個北部戰區最新最新的 即是我們稱之為最先進 最好戰力的那一架 這樣都出來了 今次去軟讓雜分 千乎它們也另有所屠 除了剛才我們說到六艘的水面艦艇之外 其實還有另外兩至三六艦隊 在不同的地區一起 穿出公固海峽 然後在西太平洋那邊做一個回合 所以遼寧號和其他編隊 其實去到西太平洋軟小色的海域 即我們說在沖繩對落的時候 大概在北位23至25度左右的情況 已經形成了一個梯隊粗電的水域 回合後 剛才我們說到前後有三艘 052D也有兩艘 一艘新型的054 另外也有一艘電子偵察船 兩艘綜合部級艦 所以令到遼寧號整個懲監禁 預警、打擊、保障 全部的能力 就不是剛才我們見到那六艘可以比較的 甚至乎當時 你也可以說遼寧號 是直接想挑戰尼米茲號附近 亦出動到轟六J 轟六J當時出來做一個演習 理論上 轟六J當然不會對著尼米茲 來做一個模擬攻擊的演習 是否想死 他真的不會 他又反過來 拿了遼寧號 作為航母攻擊的對象 去練習他們的反艦導彈作戰 而轟六我們也說 上面很可能已經配備了 鷹擊21這種高潮速的反艦飛彈 也不出奇 究竟他是不是打便打 遼寧號 其實是對應尼米茲 最近在第七艦隊的部署 這也是我們常說 中國那種反戒入區域拒止的遺設作戰方案 針對性都相當明顯 今次 即是130次屬於船翼機 即是直升機的艦載機 即是飛行時數 當然也會牽涉到 例如他們的艦載越境機 反潛機、搜救機等等 即是一個組合 所以就算是艦載的直升機 其實都不能夠忽視 即是他們的艦載起降那份年 說到130架一次 大概6至7天 每天大概20至24架的殲15 就起降 以中國的頻率來計 其實就不算是馬虎 一天可以做到 差不多整個全甲板出擊的情況 當然大家都要明白到 計算位 即是說 如果中國 究竟每幾多分鐘能夠起降 即是我們叫做 升到一架戰機上天 然後就要計算一個時數 等它們下降 然後做回收的情況下 你就大概都能夠計算到 它每一天出動的價值數量 例如我們說到美軍 它們的出擊彈射的價值 即是說 最快就差不多每20秒就彈一架 但我們假設每一分鐘彈一架 其實它真的可以在一個足四 大概在45分鐘之內 就將全部它們上面的藍色機 全甲板出擊彈射上跌 接著就全部剩下的時間 就專心做回收的作業 難左索下降 然後慢慢回收戰機 但中國也是沒有辦法有這樣的效率 如果你說 大概每兩至三分鐘起升一架機 其實你計算都可以計算 就算我一分鐘升一架 或兩分鐘升一架 一小時的時間都勉勉強 可以將整個甲板 如我們說廖寧號滿載24架艦載機 將它們全部起飛 其實都要準備回收的裝潔 在甲板上要準備定 所以你計算到數 大概每一天 如果你說計算日間和夜間一起作戰的話 如果做到48個架次的話 其實對廖寧號來說 已經是相當年不起的 我們也要考慮到廖寧號 一個復役差不多30年的軍艦 不要說復役 落水了30年 所以結構上的強度大不如前 所以如果你不停起起降降 當然對它本身 即是船隻 結構的負荷會甚大 所以我相信作為訓練艦 在廖寧號上 ŞAH 在巴士、海域、海峽附近亦有出現 不知為何,RC-13附近每天都出沒去看 終於有一天,他們派出了一架殲-11 在附近驅趕RC-13 故事大家都知道 但你會發現,其實不是由山東號派一架 海軍的南載機,即是殲-15 將RC-13驅逐而派出一架陸機型的殲-11 也可能側面證明了 山東號至今時今日的南載機殲-15 是否已成熟到能夠執行到 高空驅逐對方任何機型的任務 還是要交給專業的中國空軍做這件事? Anyway,山東號這個嘗試對中國來說 在去年和今年的衝突 在西大平洋這邊 未來會遇上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戰鬥群對戰鬥群 雖然大家經常說 這種對稱戰術未必會出現 但其實中國也要預計 如果真的攻擊台灣 遇上戰鬥群的情況 其實也有極大機會到時會出現 當然說到南海附近的水域 不是只有尼米之號 雖然我們說到列根號和美利堅號 都依然各自停撻了他們的軍港 包括在華水河軍港和在佐世堡軍港 但現在在南海遊役的 亦都有LHD-8 即馬金島號 馬金島號之前停撻了年頭在新加坡 現在又再次出發 上面這次亦具備了F-35B 我們說到短長升降的戰機 所以如果他遇上山東號 加上山東號上 絕對不可能滿篇 現在簽15的情況 機師亦是比較新的訓練機師 所以跟我們說 美國海軍陸戰隊BMFA的駕駛員 加上戰機亦是 起碼隔了代差一代的情況 當然馬金島號的震懾力 依然是十分強悍的 所以說到南海這一邊 始終中美的局力在2023年不會斷 甚至乎其他國家 似乎亦都嘗試開始挑戰中國海軍的情況 包括亦都看到印尼也有軍艦走出來 他們亦是中國和印尼有爭議的水域 我們稱為納土納附近的海域 部署了一艘軍艦 在監視附近的中國海岸警衛隊 始終這也是中國的九段線最南端 和印尼有爭議的情況 印尼海軍總司令已經強調 他們已經部署了軍艦 海上巡航機和無人機 會監視中國海上行動 如果他們進入印尼的專屬經濟區 他們首先會監控 如果再有任何過份行動 當然不排除警告、拘離等等 當然他們的對手都不少 包括中國的海警船事實上 他們的噸位大家都清楚 可以隨時上到過萬噸 以海警船來計算 實在十分之誇張 這些我們稱為CG 他們有時在南海的情況 也會進入各國附近的EEZ 即是專屬經濟海域裏面 所以現在其他國家 如越南、印尼 其實他們都可能互相攜手 達成他們自己的EEZ邊界協議 然後可能會再聯合 對中國和開聲都不出奇 印尼最近也想在南海附近 做一些開發計劃 扔30億美元開始 在這些地方做一些開發行動 所以在他們的專屬經濟海域 尤其是在近立土立海附近 似乎他們現在相當堅守這條底線 不想中國在附近做一些鑽油、探井等等 這些活動 所以這一刻大家會看到 在南海的情況下 究竟各國是否在2023年都蠢蠢欲動 也會展開一些他們自己在海上的維權活動 現在看到中美軍艦初步 稱為相遇 但仍然是保持克制 暫時來說 都可以保持到東海、南海、 碰月台、台海附近 就是一個比較平靜的情況 始終現在的熱點都是在烏克蘭那邊 但當然都會看到 中國和美國在海域上 大家有不同的主張 包括中國畫出來的自己的 對主權的要求 以及美國對自由航行的需求 雙方在2023年都相信 都會觸碰到一定的境界出現 所以我們一起看看 接下來是2023年 最新一輪 雙方海軍的衝突點會在哪裏發生 好,這節跟大家說到 尼米茲號第一次任務進入南海 不過不代表風平冷靜 之前亦有與中國的遼寧號戰鬥群相遇 附近馬金島號亦需要面對著山東豪華 在附近作出模擬攻擊美國軍艦的挑戰 另外,大家也可以支持我們包括所有廣告 亦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鈴鐺 行有餘力的話 可以試試訂閱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一杯咖啡價錢 但你會支持我們平日為大家找資料和做Fact Check的時間 另外,亦可以隨緣課金 包括銀行、Payme和轉數快 我一個網友亦可以透過PayPal或Youtube功能 例如Super Check、Super Friends等等 可以打賞支持我們的創作 大家可以多點留言、Like和Share 我們這些知性頻道給其他朋友 我是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世界旁消息和烏花蘭戰報 跟大家再見 拜拜